大家好,我是尹业 今儿咱聊一聊血友病的基因疗法 血友病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啊 这个也是一个血液系统常见的一种遗传病 英国曾经有一个维多利亚女王 当时呢,她也被称为 这是一个受着诅咒的家族 她其实就是一个血友病的这样的一个传递者 她后面的后代呢,只要遇到男性就会有血友病 这个血友病呢,有不同的分型 显著特点呢,就是 一旦破了,就会血流不止 如果不能够得到长期规范的治疗呢 会产生一系列的制裁甚至致死 整体在中国血友病的发病率不算高啊 10万分之2.72 A型血友病发病率大概5000分之1 B型血友病发病率大约25000分之1 所以你这么算一下呢 总的患病人数大概是在14万左右 那血友病刚才讲的有A型有B型 前者是由凝血八因子的基因突变所导致的 后者是由于凝血九因子缺失而导致的 这几十年来呢,因为病因比较清楚了 我们对以上两种血友病的治疗不能叫束手无策 但是应该说都是差强人意 这是一种X燃色体的单机野性遗传病 所以你想为什么传男不传女啊 因为女性是两条X燃色体 而男性因为只有一条 所以往往都是男性发病 在这个点上我们过去治血友病 应该说一个就是不断的将刚才说 这些正确的因子能够回溯到血友病患者体内 但是这个要长期治疗 而且价格贵啊 每一个人每年的费用 我曾经问过几个病友 差不多都要几万到十几万 而基因的替代疗法呢 需要去使用一些不治病的 修饰后的病毒充当载体 所以你说长期的通过这样的一些 补偿式的方式来治病 很多人负担不起 怎么办呢 那基因疗法就开展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用一个对人体无害的病毒充当载体 去修复这些有问题的基因 那么就像尹格多次讲过 类似地中海贫瘤血的一些 这些基因疗法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治疗 对于每一位罹患各种严重疾病的患者 都希望自己能治愈 血友病患者当然也不例外 1964年 当科学家们研究清楚了血友病的致病机制 发现了控制凝血的积联反应以后 很乐观地认为可能几年就做出来了 结果他们真的等了几十年 在2022年的8月24号的时候 拜马林公司用于治疗血友病A型的 这样的一个基因疗法 获得了CE 也就是欧盟委员会的有条件批准上市 这是一个首款可以治疗血友病A的基因疗法 他们是用一种腺病毒 也就是A5病毒载体 来递送刚才说过的 你也许白因子的基因疗法 那这种腺病毒载体的 我们在新冠当中 比如说康希诺的疫苗 阿斯利康的疫苗 强生的疫苗 也是用了类似的病毒载体的技术 不要听到病毒就害怕 他们用的这种病毒载体 都不是感染人的 他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 当然 毕竟你还是一个全新的疗法 这次的批准上市 是有诸多的制约条件的 那这样的批准叫限制性批准 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后续的一部分的时间的跟踪 证明这个疗法 获益大于风险才可以更退一步 而2022年10月22号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批准了全球首款治疗B型学友病的基因疗法 这个是由荷兰基因治疗公司 UNIQ和澳洲的CSL合作开发的 还是一个AV腺病毒的基因治疗的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希望能够一次性治疗 18岁以上的B型的学友病的成人患者 这个想法很好啊 但是这个疗法的标价是350万美元 可以堪称是当下世界最昂贵的疗法之一了 具体来讲呢 这个治疗血友病B型的方法 还是用线病毒来递送表达凝血九因子 但它这个九因子进行了改造 比普通的这个九因子的活性要强5到8倍 所以比较低的表达水平就可以完成凝血 讲到这一步呢 应该不得不承认啊 基因治疗还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技术突破和发明 也是让我们过去对很多束手无策的疾病 带来的全新的希望 但是基因疗法的临床应用 目前面临的挑战也不小 首先就是贵 第二个在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上 大家也不是都说得很清楚 12月5号的时候 FDA正式向这个Wolf Therapeutics发了一封信 就是它停了它一个临床实验 不让它们再去进行一个叫杂合型 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 实际上就是它想说 你得给出更多的证据 来支持这种编辑后的基因 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换言之呢 我们是允许对体细胞 进行一部分的编辑和治疗 但是不可以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殖期望内 那当下Wolf给出的有限的数据 还不足以消除 大家对潜在的基因编辑的一个担忧 从另一个侧品也表明了 其实基因疗法在临床应用往下走 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 总之任何一个技术呢 都是在过去一向天开 今天每位起来 未来就会习以为常 希望技术向上 技术向闪 这样好的技术 也应该能够普回合金 造福更多人